1977年7月30日晚上,当时北京正在举办国际足球友好赛闭幕式,这个时候邓小平出现在了主席台,全场近十万群众给了他最热烈的掌声。 这次露面也是冀州总理追悼会后,邓小平的首次亮相也是他第三次付出的标志。 中央为了他的付出可以说是费了很多心血,对此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也有着自己的考量和计划。 在州总理却是一周年的前夕,邓小平给中央写了这样一封信,信中他提到了,要坚决拥护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,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。 华老在收到这封信后,表示会虚心地接受,并且进行了自我反思。 对于后期邓小平的付出,华老也在一步步实现。 一次政治局会议上,他对邓小平付出这件事提出了三个要求,事后可以证明华老的高明。 一是付出这件事先不要着急,也是出于对邓小平的保护,出于政治目的,避免引发外界的一些猜测,以防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再次做出威胁中央地位的事。 二是邓小平付出的性质要搞清楚,不要跟其他一些势力搞成关系。 三是付出这件事,要尽量做到自然合理,水到渠成。 如果党内有同事提出反对,一定要慢慢开导,不能过于激进。 从华老提出的这三点要求,可以看出来,对于付出的这件事,他思考得十分长远。 另外,对于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一众老同志,华国锋也考虑到了他们的担心,让他们不要过度着急,也是在情理之中。 其实,在全国上下的呼声中付出,对于邓小平来说,可以让他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,也只有这样,才能为他扫清后续工作中的层层障碍。 1977年3月14日,华国锋在会议上明确批准了邓小平的付出。 邓小平终于可以为新中国继续做贡献了。 事实已经证明,中央和华老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同年到8月7日,邓小平会见朝鲜驻华大使全明珠,这也是他在付出后第一次会见外宾。 邓公在同他聊天时说道,我这是三起三落,要是不搞改革开放,发展经济, 那就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,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。 当时新中国局面很紧张,美国各项技术都在飞涨,亚洲日本已经跻身于世纪强国,而此时的中国还是百废戴星, 不仅各方面跟发达国家相差很大,甚至还有两亿多人连饭都吃不饱。 邓公迫切地想改变这样的现状,他以恢复高考为开端,让国家的前途瞬间被点亮, 很多知识青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 1982年,有着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带着自己的墓地访华, 邓公在这场对决中态度非常坚决,让萨切尔夫人都无法招架,走出会场时出现了惊天一衰。 1984年,在邓公的领导下,以城市为重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年全面展开。 很快,经济特区,沿海港口城市陆续开放,中国的发展来到了另一个新阶段。 之后,面对四位科学家给出的建议,邓小平丝毫没有犹豫,直接批示此举让中国高新技术来到了新阶段。 1992年,已经88岁高龄的他,乘坐专列再次来到了南方,先后去了多个地区。 就什么是社会主义,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,一一进行了自己的回答。 面对为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,邓公指出,我们不要搞争论, 不争论的意义在于争取时间,一争论就变复杂了,这样太浪费时间,什么都干不成,发展才是硬道理。 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,邓公带着一众领导人,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设想, 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,让国家进入到快速发展中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,不管是毛主席华国锋,还是邓小平, 均是中国的伟人,中国的发展之路,他们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 没有他们,就没有如今的新中国,没有如此有力量的新中国。 对于华老和邓公,你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分享讨论,我们下期再会。